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成龍 今天是清明節 先祝大家清明節假期愉快 掃墓順暢,讓祖先保佑 對於清明節的由來呢 恐怕現在很多人就已經忘記了 清明本身就是我們漢族的四個節慶之一 那這二十四個節慶呢 是用榮曆去算出來的 在漢族裡面呢,我們有四大節慶 第一個就是春節,榮曆的春節 1月1號 那再來就是清明節 再來是端午節 再來就是中秋節 那清明節呢 有一種說法 因為現在呢 有些人跟寒時節 就已經併在一起 所以我們會吃潤餅 掃墓等等的 這個寒時節的由來呢 是在春秋戰國 當時春秋五霸之一的那個靖文公 靖文公呢 他之所以能夠成為春秋五霸 當然是經過了很多艱辛忘苦 如果沒有吃為苦中苦 那是沒有辦法成為人上人 所以靖文公在他還沒救王位之前呢 他曾經在外流亡了十九年 因為呢 在 他還沒忌諱之前 很多人排擠他 所以他在外流亡 最後是得到了秦木工 就秦國的秦木工 對幫助 所以呢 他才能回到靖國呢 就任王位 可是呢 他在外頭流亡十九年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有一次他進入了衛國 衛不是那個寒兆衛的衛 是寶衛的衛 衛生條件那個衛 那進入衛國的時候呢 他手底下 他有一個手下 把他的錢 還有他的糧食呢 捲款 逃亡 捲款就跑掉了 他認為說跟隨著秦木工 那個靖文公呢 是沒有出席的 所以他就捲款跑了 那跑了以後呢 那靖文公當然就 這個 斷了 在那樣的困境裡面呢 呃 他有一個臣子 叫戒之推 因為他看到靖文公 這個 餓肚子餓了好幾天 他認為 他必須要想個辦法 把靖文公的肚子餵飽 所以他在自己的大腿上呢 割下了一塊肉 煮了一碗 煮了一碗肉湯 讓靖文公的子雞 就是阻止他的飢餓 讓他吃飽 那這一件事 在我們這個歷史故事裡面 大家也應該都知道 那後來得到 行目公協助 靖文公回到國內 就任了王座 登上了王座 當時 靖文公的旁邊呢 有一個也是跟隨了他十九年 這一個人的名字好像叫 舊冠吧 那舊冠這一位人呢 是個偏偏君子 表面上 他呢 人言善道 他認為說 靖文公能夠 回到靖國稱王 是他的功勞 所以呢 他呢 又心心做態 裝模做樣 靖現在的說法叫做 裝模做樣 就是呢 他想向靖文公 邀功勞 他想拿到一個比較高的 官爵 拿到比較豐厚的貢路 可是呢 他又不明講 在那裡心心做態 在那裡說 他要離開了 要請辭啊 如果坦白講 跟現在很多 無畏君子是很像的 那當時呢 戒之推呢 他很瞧不起這個人 他認為說 靖文公 能夠回到靖國 這個稱王 這是老天爺的意思 這是天意 這是很多臣子 共同火力的成果 是由很多的臣子 犧牲奉獻 才感動了 勤募公 勤募公才願意 看到那麼多忠真 忠心的臣子 能夠協助靖文公 所以呢 他才願意幫助靖文公 回國 這個 做上 這個 國王的寶座 而不是你 就換一個人的功勞 你就換這個樣子呢 好像是想獵奪別人的攻擊 所以 戒之推呢 就不只跟這樣的小人 雖然我剛剛稱為他是君子 不過 戒之推稱這種人叫小人 他不屑跟他同船 不屑跟他同行 所以呢 這個戒之推就 在靖文公 登位之後呢 他就帶著他的母親 的 隱居到棉山 那 靖文公呢 就想起了戒之推 想把戒之推請下山 可是戒之推呢 拒絕跟那些小人 這個 同庭 在同樣一個朝廷裡面 當朝為官 所以他就躲著不出來 那有一些 秀斗阿山的人 他們就跟靖文公說 要把戒之推找出來 很簡單啊 我們放火燒山 我們山面放火 留著一邊不放火 那他戒之推就會從 沒有燒起來的那一面 下山 那靖文公呢 不小心就聽了這種人的話 當然像這一種 自稱諸葛亮的人 以當今的社會也是很多 竟是出一些守主意 那那一把火呢 就把那個戒之推給燒死 因為戒之推呢 堅持不跟 就換這種小人在一起 為什麼呢 因為戒之推有一句名言 意思就是說 我先念一下他 他的原文是 缺人之財 由謂之道 意思是什麼 你偷人家的錢財 我們稱之 這種人叫做盜賊 那貪天之功 就是如果你去貪圖 老天爺的功勞 以為自己的功勞 就是貪天之功 以為己利乎 那下意其罪 上賞其間 就是下面的人呢 明明都知道 舊患這一種人呢 這樣的是一種罪行 是一種不好的偷竊行為 可是在上位的人呢 卻呢 賞就賞視他這一種 堅定小人的作為 那麼這樣會造成什麼 上下相蒙 就是上面的人 跟這種坐姦犯科的人呢 就互相什麼 互蒙其利 互相欺騙 那互相欺騙 像這樣的一群 狗盜之賊 我呢 是不屑 以他們相處 那戒之推呢 就因為堅信這樣的一個信念呢 就拒絕下山 拒絕下山的後苦 就是活活的被燒死 後來 靖文公上山之後 就在一棵樹下 看著戒之推抱著他的母親 抱著那一棵樹 就被燒死了 靖文公當然就很傷心 就把那一棵樹 還沒有燒掉的那一部分呢 拒下來 帶回王公 做了一雙木雞 插走 這個木雞呢 就穿在腳下 常常看著這隻木雞呢 流下眼淚 他常常講足下足下 就是說 這個鞋子是在我的腳下面 所以稱之為足下 足下 所以我們呢 就有一句的那個 這個名詞啊 形容詞 就稱 稱呼有道德品德修養的人呢 尊稱對方 就稱之為足下 或稱之為格下 這個來源就是這樣子的 那 靖文公為了紀念戒之推 就把 當天這個日子 我們稱之為寒食節 因為 戒之推是被火燒死的 所以 當天呢 就不准用火 所以 所有的食物呢 要吃冷的 所以稱之為寒食節 那寒食節呢 也剛好跟清明節日子很接近 所以 從春秋 從後來的戰國 到秦 到漢 到魏晉 南北朝五胡亂法 一直經由到水 到唐代的時候呢 慢慢的 清明跟寒食節 就並為一起並稱 那早年呢 絕大多數的漢族過的都是寒食節 清明節比較沒有那麼重視 那後來呢 因為寒食節配合的祭祖 配合的對 先聖先前的憧憬 從養 所以 再加上呢 這樣的日子呢 在春節之後 剛好祭祖掃墓 所以 清明節跟寒食節 慢慢的就合併在一起了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清明節的一個遊覽跟方式 那 戒之推呢 呃 在台灣呢 是有幾間的 戒之推的宮廟 最早期呢 戒之推呢 那個神像 剛好就是從福建的趙安 那趙安也就是我的 我們祖先祖籍 我啊 我祖先祖籍的所在地 是從趙安請過來的 所以 戒之推在我們的說法上 我們稱之為 開山大地 那一般人有時候稱為山神 山神 那也有稱為叫開山猴 那 嗯 我所了解 這是 大概閩南族群的講法 那客家族群呢 就稱為大伯公 大伯爺 呃 但是趙安本來就是 閩客 這個 比較 混混的 混合的一個區域 所以 呃 慢慢的 這個 呃 有些的說辭 事實上 這個 戒之推 這個神位 應該是由客家族群 帶過來的 啊 跟 山 呃 也有人是跟寶聖大帝一起拜 不過寶聖大帝是泉州 那 有的 大部分絕大多數是跟三三國王 有一起奉事 那有的是 會跟著 觀世音菩薩 那 其他的那個神子 一起奉事 那我印象裡面 大概 倫貝 像 倫貝的 雲林 啊 倫貝新莊 那裡有個 開山宮 那在大碑的宜蘭村 啊 有一個開山大地廟 那我去過的 是在宜蘭的東山 有一個大安廟 啊 那因為大安廟呢 旁邊 有一家水泥工廠 那那個水泥工廠呢 因為要挖山 挖山 然後 然後 這個 用礦石 去煉製水泥 所以 在宜蘭東山的大安廟呢 每年這家水泥工廠呢 都會提拨 一些回饋金 來 修復廟 或者是幫廟辦慶典 那更重要的就是 希望在 這個 挖山開礦的時候 希望 山神 就是 開山大地 能夠庇佑 不要 有 有 這個 礦災的 產生 那像 嘉義水上 錫安宮 還有彰化社頭的 武進宮 新竹香山 也有一個 宮廟 也是拜的 這個 戒之推的 神像 那我們想想看 戒之推呢 算不算是 中國的神 因為在春秋的時候 戒之推算是 禁國人 所以他應該是 禁國的神 還是 中國的神 所以 目前 像我們最近 在 統派的陣營裡面 有幾個團體呢 就為了 廟德森 上校 往生 這一件事情呢 就 吵得 惠惠揚揚的 其實 廟德森 上校呢 應該是說 得其所在 他是 是 為了他個人的 理念 他 以心甘情願的 這樣的貢獻 這樣的 付出 事實上 他絕對 不願意看到說 現在 呃 這一些團體呢 因為他 而呢 彼此 兄弟相殘 而且這個殘呢 還殘得非常的殘 怎麼一個殘法呢 殘痘的殘 也可以 流血相殘 也可以 那 把一些那個 這個 套一句啊 叫做 切忍之財 尤未之道 就是說 你沒有必要去搶 妙德森的功勞 啊 那你們去搶他的功勞 是幹什麼 那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 有必要去相互 推諉責任嗎 那 把妙德森所做的事情呢 列為己功 當然 你知不知道 妙德森 當然這不是妙德森 假的啦 就是旁人 也把我們做過的事情呢 這個 就剽竊 變成妙德森的功勞 我都不在意了 我都不在乎了 那他們這些人 不知道在在乎什麼 你曉不曉得 去年的 228 被某一些 這個妙德森的 團體 他這樣說 他們是妙德森的團體 他說妙德森一個人拿著國旗 就把 台獨 蔡丁貴四百個人 全部打走 而且呢 還解救了 四五十位 在現場 被 台獨分子 這個 圍困 這個 那個 統促黨 黨員 所以妙德森呢 算一算 就以一當五百 第一個 他一個人 他一個人就救了四五十個統促黨的黨員 這第一點 第二個呢 又藉著他一個人之力呢 就把這個 蔡丁貴四百多個台獨分子 都給嚇跑了 可是他兩隻手 一雙手 是掌握的一面國旗 那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把那些台獨分子 嚇走 又把統促黨 黨員救出來 他跟 張飛站在 長板橋一樣 哈哈哈哈 就可以把他 我想大概也是 就是靠氣功嘛 對 就是只要吐一口氣 吹一口氣 所以常常在講說 那一口氣很大 不過這不是妙德森的講 這是旁人幫他講的 沒錯 而且在維基百科上面寫下來 那這些人在搞這東西 幹什麼 你把妙德森吹成這個樣子 那是真的還是假的 把他吹得跟神一樣 之後呢 再來大家從他身上 去消費往生者 再來搶功勞 再來把妙德森的往生 歸咎成對方 不管是歸咎成什麼 拔菜的如先生 或者歸咎成八百壯士的什麼人 或者歸咎成藍天行動聯盟 有些人 弄了一些很可笑的計畫 其實都沒有這個必要 必要的是什麼 該做的是什麼 是以後做什麼 而不是永遠是在討論前面是做什麼 如果要討論前面是做什麼的話 那麼今天清明節應該討論 藉之推是晉國的神 晉是晉朝的晉 晉國的神還是中國的神 因為那是沒有中國 對他們套用現在一些 喜歡老是動不動就是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做比較的 那是沒有中國 可是也有中國 因為自古而來 大家都自稱我們就是中國 因為中國是一個文化名詞 然後每一個人都想稱為中國的正統 正統有那麼重要嗎 做事比較重要 還是那個名氣比較重要 做事比較重要呢 還是去爭正統比較重要 就讓你是正統 然後呢光會吃飯 最後你不再是正統 會變成飯統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道理呢 所以你爭那個幹什麼 爭到了 你就真的是正統嗎 你爭到了 然後你就會變成妙得生第二嗎 不會啊 那不會你去爭那個幹什麼 你去爭公為過 做什麼 你把別人踩下去 難道就能夠成為未來的明日之心嗎 沒有必要 炒成這個樣子 下西下街 炒成這個樣子 你只是讓旁人嘲笑 炒成這個樣子 你認為你能夠得到什麼 你的群眾就能夠增加了嗎 你為什麼不去緩醒 大家都沒有在緩醒 長期以來 為什麼所有我們社會運動的人數 只是逐步的減少 你要去怪人家的時候 在批評人家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 有多少人在指責別人 懦弱無人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你一樣也是懦弱無人 你在跟人家講大勢大揮的時候 你有沒有回頭看一看 你自己的團體裡面 你有堅持大勢大揮嗎 你在批評人家 縱容 這個 那個 王什麼 那個國民黨的叫什麼 什麼 立法院院長 王金平 對 你在說縱容王金平的時候 那你有沒有想過說 你也在縱容那些收吳敦義錢的人 在那裡搞花樣搞鬼 所以不要責怪別人 因為每一個人 都有家家難念的一本心 每一個人呢 當他在想要達成一個大的目標 想要完成他的理想性的時候 這一條路途上的坎坎坷坷 很多是不遇為人知 是人家不知道的 他也有他的苦衷 他也有他唯然之處 那我們今天簡單的就講到這裡 批評別人之前 請想想自己 尤其在今天 親臨前 在這個我們懷念借之推的這個日子裡面 足下 閣下 七三四 謝謝大家 我們改天見 謝謝 謝謝 我是李承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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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